海豚妈妈被王子回家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所处的三娘湾 是广西十家景区之一 也是被誉为海上大熊猫的 中华白海豚的故乡 在这片海域 栖息着上千头野生海豚 其中以白海豚为最有名 白海豚快出来让我拍拍呀 其实在这里与海豚亲密接触 是最令人欣喜的 大家在静静的海面上屏住呼吸 看海豚尽情嬉戏 听海豚呢喃细语 用心和它们交流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听起来可真不错 可是我们怎么没看到海豚呢 不要着急 只要耐心等待 就能看到那群可爱的小精灵 在这片海域 还有难得一见的奇观 七彩海豚 什么叫七彩海豚 七彩海豚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海豚 有黑色 灰色 白色 粉红色 墨绿色 海蓝色等 跳跃的颜色滑过碧蓝的海面 要是看到石井的话 肯定更美 海豚 你在哪呀 快出来吧 就在这时候 海面上出现了一群白海豚 咦 快看 白海豚 白海豚出现了 在哪里呢 在哪呢 太远了 看不清 不如我们把船开过去 近距离地看看吧 那可不行 我们的船距离海豚太近 会惊吓到它们的 我们可不能为了一饱眼福 而频频骚扰海豚的栖息地 那样做 太自私了 其实 海豚是很善良 很通人性的动物 在2004年 新西兰北海岸 四个游泳的人险些被鲨鱼吃了 是一群海豚救了它们 海豚把那四个人围成一个圈 一个多小时 直到救援队来到 啊 他们真是一群落在凡间的美丽天使啊 大家小心下床哦 请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下 这时候 一位游客发现了其中一只白海豚身上 似乎还背着一个什么东西 咦 好奇怪啊 你们看那只海豚身上 好像还背着什么东西 嗯 对哦 好像有什么东西呢 在海面上 一只海豚妈妈 驮着一具小海豚的尸体 正向深海游去 像是要背着王子回家一样 这只小海豚的腹部 有一道三十厘米长的伤口 伤口发黑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可他的妈妈 可他的妈妈却仍旧背着他 艰难地朝深海方向游去 海面上风气浪大 小海豚多次滑落 可海豚妈妈每次都顶起他 继续前进 我虽然知道海豚温馨善良 可亲眼看到他对自己的小孩 不离不弃 还是第一次 啊 真是太感人了 海豚妈妈 痛是爱子 却对孩子不离不弃 可是总这么拖着小海豚 也不是办法呀 他会累坏的 可能海豚妈妈还不知道 或者不相信小海豚已经死去 所以才一直拖着他 要知道海豚是用肺呼吸的 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浮出水面换气 海豚妈妈怕小海豚 沉到水里没法呼吸 所以才一直把他拖在后背 海豚妈妈背王子回家的这段画面 很快便在网络上 被大家纷纷转载 许多人看好 感动不已 网友在感动的同时 也在反思自己的行为 人之初性本善 其实地狱人类的好多动物的情感 活动方式 都类似人类的出生阶段 也是善的 只不过他们不像人 还会根据社会的变化 而从善变恶 他们一直都停留在善的阶段 看看动物的天性 是那样的纯净善良 能够保存这样的天性 是多么的难能可贵的 再看看这个社会 人类的天性呢 还存在吗 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反省 感动的同时 我又心感悲愤 到底是什么 让海豚受伤的 甚至被剥夺了生命 自以为是的人类 到底霸占了多少动物的栖息地 从而导致 他们因为人类的入侵 而受伤 甚至死亡 如果人类能够好好地反省自我 不要再伤害无辜的众生生命 进而保护他们 这样不就是快乐和平的大同世界了吗 海豚妈妈用自己的行动 阳述了母爱的伟大 看到这一幕 你还忍心去伤害他们吗 真爱生命 善待动物 请不要再让母亲们 受到任何伤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